近年有不少政府部門都推出過吉祥物宣傳 不過大部份都被人批評知名度太低 今日貼地專題就訪問了藝人眼中最印象深刻的吉祥物 給我選擇吉祥物一定是這個焦財貓 因為我經常覺得焦財貓大腿好運 還有可以旺財、吸多點財 我最近買了一隻焦財貓回家 然後放在旺的位置 但不得不承認原來是真的可以的 因為真的會多了人找我做事 如果大家想好運一點 還有想多賺點的話 記住放正確的焦貓貓 在日本這個城市有一隻吉祥物很有趣 圓咕嚕 像一塊薯仔一樣的形狀 但買的時候它沒有眼睛 兩邊都沒有眼睛 然後到你自己買了回去 你只要用筆畫一隻眼 然後畫的時候 你只要一直想著自己的願望 然後到你的願望實現了的時候 你才幫它畫另一隻眼 講起吉祥物 我會立刻記起 日本有一個吉祥物叫Kumamon 它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有它自己的性格 就是它出去公開活動的時候 它會揭人家的裙子看 然後它又會和大家一起浸溫泉 變成它好像真的和我們一起生活當中 所以我就對它很有印象 我自己喜歡的吉祥物就是TVB Buddy 它曾經出過一些水晶的figure 還有一些最新的 我知道最新有一個是TVB的B 有一個蜜蜂的公仔 很漂亮 機會來了 紛紛星網搜集各類型有趣短片 如果你家裡有有趣的寵物 想和多些人開心分享 或者你本人有很多想法 什麼都敢拍 又想一片成名 立刻發影片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